没想到平时举止优雅的石垣 几杯黄汤下渡后竟然爱玩亲戚 东海昨天到台湾和石垣会合 到电视台拍摄华丽的挑战海报 两人还一起出席麻辣锅杀青酒 陈奕涵 赵树海等主要演员也到场庆贺 而席间东海比较安静 石垣则是全场活药 跟每个工作人员喝酒 红酒 高粱 来者不拒 还不时对场外的粉丝挥手致意 真是面面俱到 且他和东海更成了人形力牌 剧组人员不断跟两人合照 可见东海和石垣与剧组相处愉快 两人都喝开了 东海喝到耳朵脖子都红了 先一步离开 上车前还开心对本台记者挥手 留下石垣继续倡议 而赵树海在布出餐厅时 还贴心提醒守候的粉丝 把他出来了 超级线最好 不过石垣真的喝多了 准备离开时 眼神明眸的搭着经纪人的肩 还对着镜头猛眨眼睛 之后他的左手勾上一名黑衣女子 忽然就在女子头上亲了一口 才布出包厢准备离场 短短的路程 他在餐厅内还要有人扶着肩才能走 但走出餐厅 他不想醉太被人发现 放开人肉拐杖 打起精神 低着头靠自己的力量上了车 应该是宿醉未醒 东海和石垣今天现身机场回韩国 石垣始终低着头 经纪人更是全力阻挡媒体拍摄 在入关前 东海亲切地挥手向粉丝道别 但石垣依旧快速向前 东海和石垣回到韩国后 马上就要投入SJ第五张专辑的宣传 今天官方公布十人的大合照 也宣布八月二日发片记者会 会透过脸书和YouTube 全球同步放松 而西澈也是主持发片两头忙 他在自己主持的综艺节目上 自爆每次的恋爱都非常短 一天是综合报道